这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抗议浪潮几乎成为全台湾总动员 而反服贸协议的诉求至今还没有得到马总统的回应 这个事件因何而起对台湾又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报道 这是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现场直播 学生们架起网站直播现场最新状况 一场内外分别架设六个直播点文字转播站 对于媒体没有正确报道他们的诉求 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对外说清楚 3月18号晚间 几百名学生冲进立法院占据议场 抗议国民党将服贸协议送院会存查 及不禁审核强行通过 一场学运就此爆发 场外不断民众前来声援 3月21号声援人数达3万人 学生与民间团体要求 警方退出立法院 总统道歉 行政院长下台 服贸推回委员会重新审查 立法院尽速通过两岸协议处理条例 这次的未来我们不能够放任这样子的立委去决定我们 我们不能够让没有监督系统的这些政商集团去垄断我们的前途 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继续坚持下去 民众的力量还是有可能扭转改变马政府这样的黑箱决策 因为这次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权 服贸协议即使台湾与中国在ECFA架构下展开的服务业贸易协议 他的目的一方面让我们实力坚强的服务业能够到大陆去开疆去土 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创造更多贸易自由化的条件 反对者认为如此重大的民生协议案通常要先评估公告收集各方意见修正 举办公听会再修正 然而在反对党强力抗争下 执政党强行宣告服贸协议视同行政命令 交付国会超过三个月就视同已经审查 也因此这个被马英九政府视为强化台湾经济发展的协议 一签订就激起极大反对声浪程序不透明 而服贸协议到底又是什么 就连执政党党员自己也说不清 有网友制作黑箱服贸懒人包 简单易懂的图表 三分钟的时间告诉民众服贸协议的内容 网友还列出大陆开放的四项不平等条约 包括跨境提供服务无限制 跨境消费无限制 商业据点呈现无限制 自然人呈现无限制等 其中自然人呈现等同于投资移民 移民条件宽松 举例如果一家餐厅爸爸挂名老板 妈妈是厨师 儿子是会计 那就可以全家移民到台湾了 学生质疑 服贸协议如果真的有利台湾 国民党为何不敢逐条讨论 学生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就是国家的政治代理人 必须向人民负责 一位参与的学生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他说 这是上一个世代掏空下一个世代的世代不正义 我念政治又念法律 我无法不在乎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事实上 类似的抗议事件在1990年3月也发生过 由台湾学生发起的野百合学运 将近6000名来自各地的大学生 集结在广场上静坐 提出解散国民大会 废除临时条款 召开国事会议 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 时任总统李登辉 与学生对话的结果 就是废除动员看乱时期临时条款 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 从此台湾走上民主化新阶段 服贸协议对台湾民众究竟是福还是祸 24年后的今天 另一波学潮涌现 全球都在关注马银九执政团队的能力 新唐人记者黄一美 郭静综合报道